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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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师父来呀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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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主要一个心里 来 主事 当亲人离世前 往往会表现出一些征兆 人世间最痛苦的是 莫过于生离死别 尤其是自己至亲的人 离开自己时 那种感受会让人铭记于心 任何人的离开都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哪些症状表现 意味着老人时日无多呢 我们来了解一下 一 梦见或看见已过世的亲人 很多老人们在自己快离世的时候 通常都会梦见或者是看见 已经过世的亲人 据了解有相关研究发现 这些老人们不管是梦到 还是看到的内容 通常都是过世的亲人来看他们 并且要求他跟自己一起走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并不是迷信 而是因为人的身体机能变差 所引起的幻觉 尤其是走到生命尽头的时候 出现幻觉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 二 食欲突然变差 对于老人来说 当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 食欲也会突然变差 如果发现平时食欲非常健康的老人 最近突然出现食欲变差 且没有精神的情况 就需要引起警惕了 因为食欲变差 本身就是身体的一种反常现象 对于老人来说 最害怕的就是食欲突然变差 当老人平时最喜欢的食物 也不想吃 甚至连水也不想喝的时候 那就说明老人时间已不多了 三 体温逐渐下降 很多老人在临终的时候 身体的温度也会逐步下降 人类属于恒温动物 体温常年维持在36.5摄氏度左右 人在死亡前身体会发生湿温现象 当体温降低到32-35摄氏度时 就会出现轻度湿温 人体会出现不自觉的抖动 以及打冷战 还有很多人的身体末端会变得僵硬 特别是手脚冰冷 当体温降低到28-32摄氏度时 此时就会出现中度湿温 中度湿温时人体动作会变得非常僵硬 走路和语言能力等会出现偏差 脸色也会变得非常苍白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就是因为器官功能降低导致的 当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 身体也会有所感知 所有的血液都会集中往心脏流动 确保心脏的跳动 所以就会导致人体的温度降低 甚至有些老人的手脚摸起来 也是冰凉的 当这种情况出现时 证明老人可能有去世的可能 四 开始胡言乱语 很多老人在去世之前 也会出现胡言乱语的情况 有时候甚至会拉着子女说自己的身后事 还会告诉子女自己看到了 以前过世的亲人或者是朋友 且讲述自己与他们在一起的画面 这种情况听起来让人感觉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却是老人临终前的症状表现 五 呼吸变得困难 对于即将去世的老人来说 他的呼吸也会变得十分困难 根本没有办法做到像正常人呼吸那样顺畅 经常会表现出胸闷气短 呼吸急促等情况 当人快要去世时 呼吸系统也会随之降低 当老人的呼吸无法维持正常状况时 也需要注意老人的情况 六 出现回光返照 对于即将去世的老人来说 在去世之前也会出现回光返照的情况 这种情况也很好分辨 就是原本虚弱不堪的老人突然之间 精神状态变得很好 就像是正常人一样 食欲会突然变好 爱吃东西 面色变好 言语不休 这种状态往往会让别人产生其身体变好的假象 从而忽视这种变化 殊不知这其实是回光返照 也就是中医上讲是假神的表现 是临终前的预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大脑的应激反应造成的 当人体即将去世时 大脑也会做出紧急反应 刺激身体分泌大量的激素 使身体在短时间内恢复正常状况 有这么一个故事 有人问医生 家里的老人生病很久了 可最近突然清醒了过来 是好事吗 这样的病例 医生也碰到的 那是一位重病卧床十年的老人 一天突然清醒 吵着说要吃好吃的 他的家属表示老人瘫痪那么多年 每天不是发呆就是瞻忘 几乎不能正常交流 现在突然清醒过来 搞得他们很惊喜 匆匆给老人准备了吃的以后 他们就在病房里聊了几个小时 老人的家属 给老人讲述了十年来发生的事情 老人也一边点头一边吃东西 然后交代了家属一些事情 吃饱喝足后 老人就对他们说 你们回去吧 我累了要睡觉了 家属听完后自然不敢反对 于是轻轻地给他关好门 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时主任说 你们还是别走了 突然清醒是不正常的 患者家属有些不高兴 毕竟谁不希望自家老人恢复健康 果不其然 过了几个小时后 护士就说老人的生命体征完全消失了 主任和我们说 这就是临床上不多见的回光反照 久病的老人突然清醒或者恢复健康 都只是暂时的 最终会加速死亡的速度 七 不再畏惧阳光 当老人即将去世之后 也会出现畏惧阳光的情况 正常来说 我们在直视太阳光的时候 就会感觉它非常的刺眼 尤其是正午的阳光 更是让人睁不开眼 而那些即将去世的老人 在直视阳光的时候 却并不会感觉刺眼 反而能够静静地盯着太阳看 第八 感觉自己在随风飘荡 意识开始不清晰 人在弥留之际时的意识是模糊的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也不能做出相应的动作 以及说出话语 此时的大脑 几乎已经是停止了运行 意识混沌不清 在科学家研究的150人中 有半数以上的感觉自己 在随风飘荡 慢慢地飘荡在一个漆黑的空间 那里没有阳光的照射 没有四季的变化 这些人认为他们到了天堂 老人厌弃后 一定要快速做好这几件事 对于家中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 当老人的年纪见大时 就会提前准备好老人的身后物品 这些物品在老人刚厌弃之后 就需要及时为老人更换上 让老人体体面面地走 那么在老人刚厌弃后 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及时去做的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一 将身体捋顺 在老人刚厌弃之后 一定要将老人的身体捋顺 很多老人在临死之前的状态 并不是很好 尤其是一些重病的老人 他们通常会因为病痛的折磨 而将身体蜷缩起来 以缓解病痛 因此 在老人刚刚厌弃之后 一定要趁着老人的身体稍微僵硬 将他们的手脚捋顺 使老人仰面朝天 保持最好的状态 二 将兽衣穿好 老人刚刚厌弃后 应该及时将兽衣穿戴完毕 这样一来 才能够确保老人 能够体面地离去 需要注意的是 在穿戴兽衣之前 可以先将老人身体擦拭一下 擦拭掉身体表面的污垢 保持身体表面的干净 在穿受衣时 需要秉持先里后外 先下后上的原则 三 嘴里放铜钱 在老人去世之后 一定要及时将铜钱 放入到老人的口中 其实 死后嘴里放铜钱的习俗 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 在古代被称之为饭寒 而在现在被称之为口灵 在古代 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 口里所含的物品 也是有着明确要求的 如果是达官贵人 通常都是选择金珠宝等贵重物品 而普通百姓则选择五谷之类的农作物 但是在现在的葬礼当中 很多人都是选择铜钱 口中含铜钱 也代表了子孙对老人的感谢和祝愿 在中国人的思想当中 人是有轮回的 只要老人口中含有铜钱 在轮回转世的时候 就能投胎到一个好人家 享尽荣华富贵 四 手里钻打狗饼 在老人刚刚咽气之后 就应该将打狗饼放在老人手中 很多地区都有放打狗饼的习惯 而打狗饼也就是我们常吃的馍馍 之所以会有这种习俗的出现 就是为了避免老人在黄泉路上挨饿 而且还有迷信的说法 就是黄泉路上会有狗 为了怕狗伤害到人 就需要及时将狗驱出 所以这个魔魔也被称之为打狗饼 但只是迷信 子欲养而亲不带是最让人遗憾的 我们要经常关注家中老人的情况 稍有不正常就要花多点时间陪陪他们 尽量不要错过这辈子最后一面 否则你会后悔终生 同时 孝顺老人也不一定要很多钱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